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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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是小咪 這一次呢,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酷的一個路段 它呢,就是位於林口的106線道 對,因為這邊呢,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是一個網友的故事 這網友因為工作的關係呢,所以他有一陣子必須要在林口的發電廠 進行一些天野草看的工作 那時候他最常走的路段呢,就是106線道 白天的時候經過106線道 倒也能夠觀賞到一些山景 但是到了晚上,我總是有點不安感 那有一股莫名的壓力,騎車的速度也會快一點 希望可以趕快起出這106線道 回到文化北路上 那每次要起出106線道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松酒檳榔的招牌 我就知道快要回到文化北路了 然後再看到7-11的招牌呢 就有一種,哇,回到文明世界安全的感覺 晚上上去的時候呢 又找到一個方法,讓我不緊張 摩托車的車燈會打成遠光燈 盡量照遠,照亮一點 有什麼突發狀況也比較容易看得見 8月中旬的某一個晚上 我完成工作之後看了一下手機 欸,已經11點40幾分了 我發動機車,開始要準備騎回家 那天呢,我的眼皮一直跳 有一種頭暈暈的感覺 我自己跟自己打氣說 加油,我等等就會到家了 經過6線道,旁邊有一個公墓的路段 那裡有一個右拐的彎道 我準備轉彎的時候 突然先看到路上有一根大根的掉落的樹枝 車燈因為轉向 突然照到有一個女的 竟然就蹲在前面那邊 這個女的穿著連身裙 手抱著膝蓋 頭埋在兩膝之間 然後長長的頭髮就這樣落在地面上 甚至感覺好像脖子以上沒有頭的輪廓 就只有一堆頭髮 但我想也有可能是我眼花 怎麼可能在這個時段有一個女生蹲在路邊 等我可以看清楚的時候 那個女生已經不見了 女孩子呢 我心裡這樣想的時候 就往後照鏡看了一下 也真的是一片黑 沒有看到任何的人 當下我完全沒有別的想法 頭指示前方 暴衝趕快騎回家 就這樣拼命拼命騎拼命騎 拼命騎 然後一直想著文理北路的路景 就這樣一路標 終於經過了松九丁郎 然後又看到Seven的招牌 終於可以安心了 後來的幾天 我跟林口發電廠一些退休的老員工 我把這個遇到女生的事情跟他們講 他們跟我說 你也遇到了 原來106線道公墓的那個區段呢 在民國光復的初期 因為有些壞人在那邊埋伏 所以那個地方被稱作為土匪寮 或是搶盜了 那些壞人呢 就會在這條路上 放一些很大的樹枝 或是樹幹 擋住這些人 去劫財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他就不只劫財 又會劫色 劫完之後就會把受害者殺掉 丟棄在這個樹林裡 這個老員工也說 他晚上走106線道的時候 又曾經碰過跟我一樣的這名女孩子 對這就是以上的這個 林口106線道的故事 被劫財劫色的人啊 就這樣被殺害 然後丟棄在那邊 當然我跟小明這次要去到那邊 不只是因為這個故事 是因為我看到了一段影片 給你們看一下 沒有錯 第一種 標題 好 我還好 粉紅 好 是 你 每次 送到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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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